国内的疫苗现在接种要排队 所以有一些民众呢就想出国来打 现在到美国打疫苗是越来越夯了 这是我们的聊天室的民众 有没有人呢你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这样一个计划你想出国打疫苗 麻烦在聊天室来告诉我 不过其实出国也是有风险 所以现在有民众担心被染疫 搭了国航飞机要出国打疫苗 那出国打疫苗呢 个人的行为是不禁止的 不过这一回因为他自己怕群聚 所以你看到神秘客 他是豪值了480万元 他包下商务舱的一整区 在这边有24个座位 一个人独享这个商务舱 但是花了480万元 真的是个很惊人的天价 就是要跟大家来隔开 而原本呢买第一区座位的人 就被迫只能够来到第二区来乘坐 所以有民众就气得到 这机场大抱怨了 不过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呢 如果说你真的口袋很深 你能够来这样子为自己 做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个座位 但是现在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钱 也在关岛的部分也开放给大家 能够来这边打疫苗顺便观光 来到关岛之后 住了是一个入住的饭店 指定的接驳工具 能够停留3到32天 在费用的部分相对是比较亲民一点 最便宜的话不到万块钱 一家人在桃源机场柜台气呼呼 因为准备报道要回美国 没想到竟在起飞前 被通知花了60几万 买的三张商务舱的票 位置被随意更换 原来一名乘客一口气 包下商务舱第一区 全部座位这一家人 之后挪到第二区商务舱坐 仔细看民众登机后 放眼望去第一区商务舱 还真的只有一名男子 坐在靠床座位享受至尊服务 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换 那为什么换不了 因为前面就是有人 把整区商务舱都包下来 跟主要姐包去的乘客 搭的是波音777机型第一区商务舱 总共有24个座位 一张机票平均20万来算 等于砸下480万 国航则回应 因为疫情关系提供客制化包机 包舱和包区服务 造成不变会另外和旅客致歉 前前有民众为了打疫苗 原赴美国 现在又有神秘客 为了怕人以猴洒百万包舱 疫情居下新型态打击法 也意外引发话题 接着最后不到 好我们来看到在聊天室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人就说商务舱来 那这样都不行 没错 因为已经先定了 这个位置被换掉 还有人看到呢 是这个 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这个小方问说 不到5万含机票钱吗 在这个部分 可以看到是一整个的行程 那另外还有是永昌说 有钱就是任性 还可以保密 好确实这个480万 真的是相当的贵 好Jason提醒大家 记得帮我们按赞 好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 以及许正宏认为说 花钱买命啦 多少钱都值得 如果你够多钱的话 不过接下来再来看到 在高雄市的孕妇 接种疫苗首日 大部分的诊所跟医院 现在还在造册 所以是没有办法 立刻来施打 有少部分的医院 已经是施打对象 一到三类怀孕的医护人员 疫苗是有AZ跟莫德纳 能够来选 但是医师建议了 首选莫德纳 但是第六类的一般孕妇 如果说你要施打的话 你就要先预约 才能够在等候通知 同时沟雄市政府 还提供了小黄的免费接送 但是有孕妇因为看到 现在传出一个新闻 打完了疫苗哺乳 造成小孩猝死 所以就算能够有疫苗可以选 就算有车能够打 也不愿意冒着风险打疫苗 妇产科门诊外孕妇核对名单等候轿号 高雄市开放孕妇施打疫苗第一天 市立联合医院约三十个人接过通知 但全部都是一到三类的医事或防疫人员 那就是莫德纳 因为之前参检医师有先做评估 医生觉得就是利大于弊 已经怀孕八个多月来打疫苗 唯一首选莫德纳 AZ专业医师完全不建议 高雄市预估有一万五千名孕妇 市府提供免费来回车资 可选择要打的疫苗种类 二十站全面开打 但第一天以一到三类为主 第六类一般孕妇还在造册中 但又人因为看到孕妇打完疫苗 不如给小孩造成猝死 吓到根本不敢打 因为昨天好像才看到新闻而已 不是有一个孕妇 是怎么了吗 对啊 这里应该不会很难 胎儿有过小 或者是羊水有过少 那我们就不建议施打 有孕妇担心打疫苗一旦出现 副作用影响胎儿 或是家里还有小小孩要照顾 不敢轻易冒险 但在新竹出现了温暖场面 两岁男童带防御帽 遮住整张脸模样可爱 但仔细看她一手拿玩具车 另一手紧抓妈妈的手 坐在小板凳上 要陪妈妈打疫苗 我跟她说妈妈要打针 叫她保护妈妈 她就马上牵着我的手 民众鼓起勇气承担风险 集中疫苗 小孩子很贴心 要保护妈妈 感动现场医护 记者蔡东逊 侯目前王书皇 SM小组新竹高雄老 好 最近消息看到新北新庄 在昨天晚间 经常一名男子城市在车内 民众报案说 轿车停在公园一路上许久 警方获报之后 抵达现场发现 有一名成姓男子 在车子里头 而且已经明显死亡 副驾驶座旁边 还有嘔吐感冒的药带 但是这名男子详细的死因 还有待进一步的相应调查 尊敬消息提供给您 再来看到是台南宽山派出所所长 打完疫苗六天之后脑出血 疑似所长的子女 上了PTT爆料po文 痛批这医师前前后后 说辞反复 一下说跟疫苗有关系 一下又说没有关系 是担心疫苗附中 让大家知道吗 直到被关切之后 又改口道歉 跟先前呛响的对比 实在差很大 而另外在嘉义又新增了两例 打完疫苗死亡的案例 分别是57岁洗肾的妇人 还有89岁的老翁 对此卫生局也表示说 两个人的死因跟打疫苗 到底我们关联 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理清 全条纹上衣走路重心不稳 头部左右大力摇晃 才能快身派出所所长 打完疫苗后六天上班到一半 突然请假 那上班就开始出现头痛 耳心呕吐 52岁的苏信所长 14号施打疫苗 家人怀疑是疫苗不良反应造成 疑似所长的子女 记得在PTT上PO文 一开始医生讲得很保守 说这跟疫苗可能有关系 但一早被关切后 开刀的主治医师却说 爸爸状况绝对跟疫苗没关系 直接翻盘 斩钉截铁说不可能 果然关切后就是不一样 是多担心疫苗的副作用 让大家知道 结果晚上又PO文补上 我很抱歉对不起 奏承大家的困扰 和先前呛下对比 前后差很大 夫人坐在轮椅上 到医院打AZ疫苗 隔三天晚上宣告死亡 家一线今天有通报两例 曾经打过那个疫苗 然后过世的一个案例 家一又新增两例 打AZ后死亡的案例 57岁喜庶妇人 6月18早上接种AZ疫苗 隔天肚子不舒服 在21号宣告死亡 一名89岁老翁有心血管疾病 17号打疫苗后 发烧到38度 22号在床上被家属 发现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是不是有跟疫苗有相关 那当然这都要理解 无论是高龄长辈 还是50岁出头 打疫苗后相继出状况 少数人心运减回一命 但是否跟疫苗有直接关联 要等中央进一步判定 毕竟后公共达高将马家宇 嘉宇台南报道 看到最新的讯息 在高雄的部分 高雄市发生了第三例疑似 施打疫苗死亡案件 59岁长期洗肾的中年男子 是需要接种疫苗 出现不舒服 送医19号传出死亡消息 他跟前例死亡的前微软工程师 两个人都是洗肾患者 同一天施打疫苗 相隔一天身亡 有最新的报道 我们随时问你查播 再看到是台中单日新增有8例的施打疫苗后猝死案件 有位60岁的妇人打完疫苗之后脑血栓 脑部三分之二出血坏死 经过三天急救 院方现在告知可能变成植物人 丈夫说不想让他再受折磨 因此签下了放弃急救同意书 并且要申请解剖 我心里很痛苦 黄先生悲痛难耐妻子6月16号 打完疫苗后 18号突然发现脑血栓 22号把管离世 他痛批疫苗害死老婆 我妈这次好好好人 为了煮疫苗 送去 在中国营养 把那些血栓 整个腹部老婆 怎么会这么刚好老婆才60岁 打疫苗前都行动自如 还能自己骑车去洗肾 曾有血管堵塞的情况 但这次打完疫苗后 血栓竟然发现在脑部 脑部三分之二出血甚至坏死 至少能够能够厘清 这到底是不是疫苗造成 还是透过一个工程 不要说让你这样 死了不面不白 当时接到院方告知 就算开刀后 他也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一辈子躺在床上 最后经过三天抢救家属 忍痛前下放弃急救同一书 因为他楼管阻塞手术 在6月22号清晨死亡 现在报司法相验 黄先生说老婆以这样的方式 离开全家人都不能接受 目前等待解剖 就是要查清楚 死因到底和施打疫苗 有没有关系 记者连明 谢云珍台中采访报导